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Decision Made的加拿大移民频道 今天我跟雷斯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个鞋码 就是IT行业的软件开发 包括IT的系统管理 在加拿大它的紧缺行业的市场情况是怎么样的 如何学习和找工作 那我们前面讲了搬砖打针 对吧 医护行业 建筑行业 那今天我们讲这个加拿大第三大紧缺的就是鞋码 我们把搬砖打针 鞋码 这三个事都给大家详细的做了解释 那今天的内容会比较特殊 因为内容主要是雷斯老师准备的 那我作为一个IT行业的前从业人员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个人经历 和我对这个行业的这些认识和一些建议 那咱们来一起看看今天有什么样有趣的内容 好 在正式开始之前也跟大家带个货 我们这边 我们的Decision Made 我们的加拿大移民频道视频号当中 最近刚刚发布了一个大龙马农的求职秘籍 这么一个访谈节目 是Frank和我们的客户Jack的一个 关于学渣 大龄马农在加拿大 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求职当中 胜出的一个故事 可以大家去哪怕当个背景音乐放着听也好 我认为当中呢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在里面的 嗯 那我们来讲一下加拿大这个计算机产业分布 讲IT的就业和我们前面讲这个打针 以及搬砖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打针和搬砖只要有人的地方 它就有需求 但是计算机它更多的是一个产业密集型产业 你一定要去到这个发达 然后有工作岗位 然后这个科技比较密集的城市去 你才会有更好的这个就业前景 毕竟在有一些城市里面 它可能就是这个城市小镇规模很小 它整个镇子上都没有计算机相关的岗位 那你如果去到那里去学习的话 我们会对你将来的就业还是捏一把汗的 那么对于加拿大来讲 它的科技呢现在分布于主要是在两个省份四个城市 那么这四个城市呢 大家也都很熟悉了 是分别是多伦多 然后多伦多这边就不讲了 多伦多是整个加拿大 它的经济啊 还有它的科技的一个中心 其次BC省的温哥华 那么它这边有一个BC Tech 这么一个组织 然后BC省它这边 因为它在整个北美大陆的西海岸 它下面就是西雅图还有加州 整个这边的这个科技产业链 都还是比较发达的 其次呢我们还可以关注到一个地方 叫做加拿大的科技三角区 那么这个三角区是由多伦多 然后汉密尔顿 还有这个华铁卢 这三个城市组成的 那么它中间有一个科技走廊 华铁卢这个地方是加拿大的一个科技中心 一会儿也可以 可以大家展开讲一下 它这个地区都有哪些科技企业 那么其次呢还有一个 我们说非常这个后期之秀 非常的令人瞩目的当前这个 莫泰华地区的一个 卡纳塔的一个经济园 这个科技园区 那么这个科技园区呢 它这个地方集合了一大批 我们说这个高科技产业 以及很多创业者 都会选择卡纳塔 作为自己的一个职业起点 然后我也补充一句啊 接着加拿大 别忘了咱们还有魁北特的蒙特利尔 但是呢 那地方是讲法语 咱们不能找分裂啊 不能说人家说法语的 咱就不带人家玩 但是跟咱们大多数人没什么关系 因为魁北特你要找IT的话 你得会法语 魁北特从移民政策里面 每年它都会 咱们很多同行啊 都会拿出来忽悠人的 什么魁北特有着IT 那个项目是不用法语的 确实魁北特找IT不用法语 但是那个项目每年三四百人名额 你根本抢不着 而且都是很多次 都是有灰色地带操作的 所以这个其实意义不大 但确实就像雷斯老师说的 我们IT的哪里有人 哪里有密集的人口 哪里有学校 它是产业比较聚集的 你指望去爱德华王子岛 指望去萨省曼省找IT的工作 那是大海捞针的事情了 所以说这个方向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我们经常讲紧缺偏远高学历 IT是紧缺的 但是你不能顺便去偏远的地方去 去完了你学完了 当地没有工作机会的 这是要提醒大家的一个点 对 我们来看 很多人会问 计算机行业还缺人吗 一个是大家会觉得 现在很多人 本身的马农就已经卷上天了 其次还有大量的人转马 那么加拿大的计算机行业 到底还缺不缺人 它其实是缺人的 我们以BC省的行业报告为例 它当时就说了 接下来BC省 它会有十多万的新的 job opening在计算机行业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字产生呢 就是因为它经济在飞速的发展 它有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的建立 那么它一定是缺人的 以我们EE STEM当中 计算机相关的这个行业 我们把它列出来 拉一个清单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还是有非常相当数量的一些岗位 是在EE定向邀请当中的 也就是说你过来加拿大 读相关的专业 毕业之后从事相关的岗位 你都是后续有移民的一些可能性的 嗯 没错 那我们把刚才的那些 这个行业 就是它邀请的岗位 我们给它分一下类别 第一类就是业务类的 像什么业务系统呀 信息系统 那么以之前Franc跟我讲的话 就是说大厂里面 不写代码的那帮人 比如说像产品经理 写PVT那帮人 那么这些 你是其实有自己的一些 移民和就业出路的 其次我们还可以 可以把它分成像软件 数据 安全等各类不同的 这个计算机的领域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个结构呢 和前面讲这个蓝领 或者医护也是不一样 我们不是以 它的岗位往下深入的 我们更多的是 以这个计算机密集地区 然后去挖掘这个地区所在 它有哪些高等教育 以及这些学校提供 哪些方面的这个专业项目 我们认为这样子的话 才是一个计算机行业当中 你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 你定校以及定城市的这么一个想法 那我们会关注于哪些城市呢 像多伦多 温哥华 渥太华 还有花铁路 我们先来看多伦多地区 那么在这想跟大家先普及一下 在加拿大 多伦多它只是一个城市 但我们一般说到多伦多的时候 我们会说的是这个大多伦多地区 也就是我们在安生硕博当中 经常会提到这个地区加分当中的GTA 那么以GTA为例 它一共是有600多万的人口 是加拿大这个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 那么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也是北美第四大城市 那在多伦多地区 然后滑铁路地区 还有汉米尔顿之间 这是有一个数字走廊的 集中了大量的科技公司和工作岗位 其次呢 多伦多拥有非常庞大的创业系统 是北美第三大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心 仅次于纽约和硅谷 所以多伦多地区 很多年轻人会趋之若鹜 我们来看一下 多伦多这个科技企业是非常多的 尤其很多美国的科技企业 它如果想在加拿大设立一个总部 那么它的首选就会是多伦多 但是我们来想一下 多伦多真的适合我这个新来的 新移民直接就一头扎进去吗 其实未必 你去了那儿 你和你就是去掠夺资源的 都是当地已经有了足够的社会资源 有了一定的职业发展的人 你去了那儿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厂 可能对于一些转马的人 或者是刚毕业的人 它也许多伦多并不是你的最优解 我们来看一下 多伦多的高等教育都有哪些 这些学校这个list呢 也许可能是大家一个壁垒的list 像我们公司 我们跟多大没有仇 跟多伦多也没有仇 但是如果你接下来 像有安省当地的一个发展 除去这个经济上面的考虑 除去这个就业上面的考虑 如果说我们只考虑 这个像安省硕博里面 你去到这些学校 你将来楼器地理位置上 就会比别人少很多分 像这些学校呢 我们只会推荐说是年轻人 或者说你能力特别强的人 才去考虑 像我们这种大龄的人士呢 就不建议大家去选择了 大家如果熟悉我们频道的人 会看到这些学校 其实在我们频道当中 出现的这个频率 其实并没有很高 对这个呢 这些学校其实特别对于大龄的人来说 是不太友好的 因为你走硕博扣分 你走当地的安省的国际留学生扣分 你走异议的话呢 你年龄大了 你异议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希望 所以说来安省如果是学这个IT的 其实如果是college 我觉得什么这个西边 就是川泰斯托拉 东边就是阿章村 而且他们对应的当地的 这个滑铁卢和欧太华 也是刚才雷斯基老师讲的 这个IT的重镇 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匹配的上 学硕士的 那么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对吧 你能力强的你去滑铁卢 对吧 你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去北边的 北边的那些像这个劳人森啊等等的 都有计算机硕士的项目 也是让你安省硕博 可以达比较高的分 那么对于一些能力强 年龄低的人 我是强烈建议安省的 你在这边只要有工作机会 只要有读书的机会 甚至去多伦多读书 你毕业之后走异议的 STEM的定向邀请 包括安省也有针对STEM的 更低一档的 低分的定向邀请 所以说STEM类的人 在安省和联邦双重邀请的 这个包裹之下 你的机会是会比较多的 但是意义的前提的前提 就是年龄 你三开头的年龄 和二开头的年龄 差距是巨大的 年轻的能力强的 大胆的来这个安省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 我们再看一下温哥华 那么大温哥华地区 它的人口 大概是260万左右 一提到温哥华 我们想象的就是风景优美 气候适宜 然后人民非常友好 所以温哥华这边 它更多的是有旅游业 然后还有一居城市 这么一个标签 但同时呢 科技也是BC省经济的 重要支柱之一 那么温哥华呢 它现在是一个 可以说是科技的 一个全球枢纽 它也有大量的科技企业 然后也提供了 非常多的工作岗位 好 那么我们看 对 像我们熟知的 像Motorola Microsoft 还有Apple 他们在温哥华 都是有自己的 这个办公室 然后也都是在招聘 像什么前端 后端测试 开发人员的 嗯 那么温哥华的高等教育 其实和多伦多 还是可以与之媲美的 像这边的大学有UBC 然后SFU 这两所大学在西海岸 都是非常的举足轻重 其次呢 它还有一些私立的学校 在BCP&P辩证之前 都是非常的炙手可热的学校 然后我们这边的college呢 温哥华的college这边 有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 这个BCIT BCITcollege 又被称为北美兰详 它这个规模非常大 对 规模非常大 然后教授的这个专业 也都和非常顺应 这个时代的发展 包括据我所知 很多企业 他们在尤其温哥华 当地的企业 它会直接去BCIT做校招 它这个是不对 它的有些岗位 是不对社会开放的 那么像你如果去BCIT工作的话 就是有些岗位 他们就是这个 也非常吃这个校友资源 那BCIT可能 他自己的毕业生 他出来开了一家 这种HVAC暖痛公司 他就专门回去BCIT 说我就招收你们这个专业的毕业生 我们可以看到 BCIT甚至有100多个计算机相关的项目 哇 这还是很大的一个列表 对 非常大的一个学校 规模非常大 然后它有计算机应用培训 像网络 然后计算安全 这个软件开发 各种测试 什么的相关的专业都有 所以像这种学校呢 我会比较建议说是 你可以提前先进去官网里面看一下 筛选的时候 去筛选自己想要的程度 想要的这个学术层级 然后以及你看一下 他的这个专业和你的专业是否对口 那么这个就到了一个话题了 就是说咱们讲的多伦多安省 对吧 讲的温州华BC省 那作为一个软件技术人员 到底应该去安省还是去BC省 这其实是灵魂拷问的问题 那从我的角度来说 从移民政策的角度来说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省提名的移民政策里面 安省是比BC要友好的 我一直是不太待见BC的移民政策 BC的省提名 skilled immigrants 它有个tech P&P 对吧 打分 那BC省的打分 它对于高薪的申请人 是有倾斜的 就是你一路从20块钱 一路卷到70加币以上的 一小时的薪水 给你加很多分 而安省 你打分 基本上你的薪资到40加币就封顶 你再高薪 对你没有什么影响 那软件行业的人 特别是比较junior的人 他拿到的可能也是 30到40之间的薪资 再高 你上不去了 但是呢 BC 他因为这个整体的薪资打分 对于一些也促生了很多 暗箱操作 灰色地带 购买工作等等的 那换句话说 你如果是一个无法凭自己本事 拿到超高薪的软件成员人员 你在BC做省提名 是比较难受的 因为分不够 对吧 那么如果你是年轻人 又喜欢这个BC的环境 对吧 像我们雷斯老师这样的 喜欢BC的环境 生活特别好 气候暖和又不下雪 对吧 冬天也很好 那么你走易的 没关系 因为你挣多少钱 易亿都是欢迎你的 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 就是说 两个维度 一个维度 比如说你年龄很大的 但是呢 Microsoft哭着喊着 聘你去的 一年给你20万加币 30万加币的年薪的 那你在BCPMP里面 一下子高薪就封顶了 对吧 那或者说 年龄很低的 你找不到高薪的 但是呢 你找一个普通工作 你能走易亿的 这其实是两个极端 这两个极端 那中间剩下来的人怎么办呢 咱们这些大龄 马农又找不到 特别高薪工作的 怎么办 安省 出门又转 出门又转去安省 这个区别 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区分清楚 一定要区分清楚 好 那咱们安省讲完了 BC讲完了 咱们是不是要回到安省了 对吧 对 我补充一下BCIT的 这么一个录取要求 和申请注意事项 那么这个学校 它的录取要求呢 其实大部分的 College录取要求 并没有特别多的区别 英语要求大概都是 亚斯6.5 这么一个成绩 然后对于 只不过是BCIT 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理工类学校 那么它对大部分专业 都要求你有数学类的背景 对 然后College的学费 不会特别贵 就一年差不多 两万加币左右 OK 好 那咱们返回安省 看看滑铁卢 对 看看滑铁卢地区 那么滑铁卢地区呢 它的这个人口 就相对前面这两个 这个密集型的大地区 会少一些了 就是六七十万 这么一个人口 它离多伦多并不远 大概是94公里 能开车 开车一两个小时就到了 但是它是在GTA以外 所以说我们有一些 很多这种大连的客户 来安省读书的话 像做IT类工作的 我们首推的 就会希望它去滑铁卢 那么滑铁卢当地呢 它是有非常强的 这个经济支撑的 以及它的一些 很多像这种金融业 服务业 以及科技部门 都在滑铁卢地区 那以滑铁卢地区为例呢 它有三个全球领先的智库 那么这个智库呢 分别是位于当地的政府呀 或者说滑铁卢大学内部 有研究物理的 有研究量子计算的 还有一个 这个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它研究的是一些国际政策的 也就是说滑铁卢地方呢 它虽然说是不在多伦多 但是它和安省当地的这种政策 经济 以及它的科技 都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来看滑铁卢的科技企业 这里 因为我 我对加拿大科技企业 最初的了解 就是这个黑莓 然后我也了解到 黑莓呢 它的总部现在就是在滑铁卢 包括还有一些像Sunlife 这是一个加拿大当地的保险公司 也是我们公司的保险公司 那么它的总部也是放在滑铁卢 它在当地呢 有很多的这种滑铁卢 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毕业生资源 可以直接让他们用来雇佣过来 丰富自己的人才库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滑铁卢的高等教育 滑铁卢地区 如果你就是非常严格的说滑铁卢地区 它只有两所大学 就滑铁卢大学和劳瑞尔大学 那我们把这个地理位置 稍微再往外扩一点呢 你其实归尔夫大学 也可以把它列入这个范围内 很多归尔夫的毕业生 毕业之后就驱车20分钟 就可以去滑铁卢那边找工作 所以这三个学校 都是我们非常喜欢 给客户申请的学校 如果说你是IT类的 但你本科背景不是很好 我去不了滑铁卢 那你可以考虑WLU 或者是归尔夫 其次呢这边当地还有一个非常著名 非常受欢迎的 康尼斯托加高雷 康尼斯托加理工学院 这个学院它有多个校区 以及它以它的co-op 非常的著名 它一共有40多个计算机相关的项目 而且像康尼斯托加高雷 因为它地理位置非常好 它有的时候就会聘请一些 当地的这个industrial的一些工作人员 作为你的教授 因此它教授的东西呢 会是比较紧跟这个时代前沿的 像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还有一些大数据的这种课程 以及云数据管理 计算机应用程序开发 在这个学校里面 都能找到适合你的专业 那么这个学校呢 它分像计算机的话 我们分两类专业 一类是你来读一个大专文凭 一类是你可以过来读一个研究生文凭 它的亚思要求是不一样的 大专的会低一些 然后如果你要申请计算机相关的课程的话 它也是有数学类的要求的 你申请大专你要有高中的数学要求 你如果申请计算机 它会要求严格要求你 你如果申请研究生文凭 它会严格要求你之前的本科 就是计算机相关的背景 我们有协助过帮助一些 这个文商科 甚至传媒之类的课程 这个客户去申请 他们可能毕业之后 就一直在写码工作 但是这个学条是不接受的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college它的录取门槛 就一定会很低 然后就盲目的去捐申请费了 这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申请这种college 这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好 接着到了我的主场 沃泰华 对 沃泰华地区 沃泰华是我们加拿大的首都 也是全国的第四大城市 让我们分享可来介绍一下吧 沃泰华已经有148万人了 我的天哪 我在2019年 从爱德华王子岛搬到沃泰华 我当时印象很深 我开了一个大拖车 把我们王子岛的家当拖到沃泰华 我入这个首都高速的时候 他们戳了一块牌子 说这个沃泰华地区人口突破100万 结果过了五年多 就已经150万了 就是人口增长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大家不要想首都就是一个大城市 其实沃泰华还是一个小城市 我一直跟我来这边的朋友说 在沃泰华 你20分钟几乎可以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或者你任何一个想跑去的地方 开车 20分钟之内只要不是交通高峰 都可以到达这 还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小规模的一个城市吧 然后呢相对来说 它的没有那么多的大城市的 不有的疾病 对吧 就没有那些那么多的大城市病 然后呢 沃泰华是政治中心 但它并不完全算是加拿大的经济中心 因为经济基本上都是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但是呢 沃泰华确实是高特级中心 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呢 一个是当年的加拿大的引以自豪的北电网络 它的总部在沃泰华 然后就是刚才雷斯老师说的卡纳塔地区 那北电网络后来被华为给干死了 对吧 但是呢 人家瘦死骆驼皮靶大 北电网络倒闭或者说经营不散之后呢 它又分拆出来了很多零零星星的 这种这样的小企业 所以说整个沃泰华的卡纳塔园区 以北电的残骸为基础 还是有大量的散落出来的IT的基础 包括沃泰华有两所大学 那么它的人才供应也是跟得上的 特别是沃泰华大学的计算机 这两年的发展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是什么 你光有人写码没有用 你得有人就是得有需求嘛 对吧 需求从哪里来呢 其实加拿大这个国家 它的信息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政府的这个IT信息化比较高 它不像中国搞什么智慧城市这些东西 它就是搞实实在在的这个IT啊 税收啊 包括移民局的系统啊等等 你不能说它做得很好 但是它确实在做 然后呢 很多政府的IT项目 它是由沃泰华当地的很多很多公司 来分包 承包 转包等等等等 所以说围绕着政府的信息化的需求 沃泰华催生了大量的软件开发的 外包也好啊 这个软件服务的企业 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 其实从学校来说 就是它有人才供应 它也有来自政府为主的需求 有供应 有需求 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体 沃泰华的这个IT产业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 比较健康的 那除了政府之外 除了政府之外 也有一些这个商业性的企业 对吧 像我们公司 我看雷斯老师把我们公司放进去 我们公司的IT化程度也是不低的 每年在软件里面 差不多得花将近2万加币以上的 各种这样的软件的支付的费用 包括我们请人开发系统 去年我们开发了一个 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后台的系统 也花了不少钱 但是确实有很多高水级企业 没错 把我们自己也算上 把我们自己也算上 对 如果这一个呢 我还想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有的客户会过来说 我找不上你们公司 我去找你们公司 就会搜Frank 会搜Disher Made 就是在这里也和大家宣传一下 我们公司叫Cida Hill Cida Hill是我们公司 注册的这个公司的名字 然后Disher Made 是这个频道的名字 我们把这两个相对来说 分开一些 那雷西老师给咱们讲讲 这个渥太华当地的 这个我们重兵把守 特别熟悉 连我自己都去上过学的 这个亚章春学校 亚章春学院 还有我们这个两所大学的特点吧 好 那么渥太华这三所大学呢 可以就是说三足鼎立 他们各自坚守自己的一方阵地 然后井水不犯河水 那像渥太华大学 这个学校 它有着加拿大一流的 这项商学院 这个医学院 还有它的法学院 所以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 非常优秀的伊伯雷大学 那你去了那儿呢 你想无论是想读博士 还是读一些高精尖的技术产业 都是能够提供给你 非常理想的这个硕士 甚至博士项目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卡尔顿大学 它是一所我们说综合类大学 它的这个学校当中 也有一些博士的项目 甚至有些项目研究项目 是和渥太华大学合开的 同时呢 它也有一些非常接地气的项目 那么像我们非常喜欢的 这个科技创新管理 就是卡尔顿大学开设的 这个学校 它的录取要求 会比渥太华大学稍微低一点 但是它自己的像航空航天工程 还有它的一些人际交互专业 都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 讲完这两个学校呢 还有一个college 就是你不能 人不能天天就是 就是指望着那些高精尖的东西 过日子 你还是要落地下来的 要做一些像水电工啊 木工啊 暖通之类的一些工作 那么亚港坤学院 就是给当地的这种企业 输送了大量的基础劳动力 它也有非常多的 这个计算机下面 相关的这个项目 那么这些项目 大部分都是带有co-op的 你毕业了之后呢 可以直接就是 学校会给你分配到 这个卡拿大园区里面去 像我在了解 卡拿大园区的时候 就会发现 卡拿大当地有一个 租房的一个网站 然后很多房东就说 我们就收来这里 co-op的学生 哦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地呢 它是形成了一个闭环 你去阿高坤上学 然后去卡拿大 co-op 毕业之后去政府里面工作 所以这个沃泰华当地呢 它是自己有一套 自己的生态系统的 没错 没错 说的没错 没错 然后咱们看看 它的录取的条件 是怎么样的 对 这个阿高坤college 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一所学校 它在当地规模非常大 那么它的录取要求呢 大概率也就是和一些 正常的college差不多 像大专的话 就是6.0的雅思 言文6.5的雅思 那么一样 计算机相关的话 它要求你有相关的背景 你不能说你 本科学英语的 你过来生一个计算机的言文 老师给你讲一个C++ 你可能连最基础的 这种编程语言都不知道 对 那你这个毕业 还有后面的工作 都会有一定的挑战 没错 没错 是的 这个老计算机啊 还是需要一定的 比较多的背景的知识的 这个呢 也就引申到我们今天 一个灵魂拷问的话题 因为我前面讲了 讲了四个城市 多仁多 温州华 滑铁卢 渥太华 我们觉得是加拿大的IT重镇 但是呢 有的人 他会带来一个问题 我到底该不来找马 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 我想听听雷西老师 是怎么看 你作为留学 因为我以前是搞出计算机的 我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 那么雷西老师 作为一个留学顾问 你从留学顾问的角度 你是怎么看 怎么看的这个问题 我来讲讲我的一个理解 首先 我们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 转成两部分 一个是 你到底要不要转行 那什么人我们推荐 鼓励你转行呢 就是你特地不喜欢 你之前的行业 或你之前的行业 在加拿大 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那你希望转行 OK 那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yes 那你要考虑 我转成什么 那大家不能让人云亦云 你说转马 我就转马 你没有这上面的基础 你面试的时候 就像我们Jack 老师说的 你都没有去刷一下 Lea Code 人家问你一些 Behavioral question 你能说出来 现场你写马 你就卸菜了 那这样子 你面试也会有问题 那你如果说要转 除了转马 我们还能转什么呢 像你可以转成一个蓝领 或者你可以转医护类 那么这些都是你的选择 我认为大家还是要去 综合的去考虑 不要说趋之若鹜的 我觉得马农收入高 我就都去了 来了加拿大之后 我们要追求一个非常平等 尊重的工作环境 你来到这边 你做医护类 蓝领 你依旧有非常好的收入 非常体面的生活 这些都是可以值得大家考虑的 那么我从几个维度来讲讲 比如说就像雷希少说的 你在国内 对吧 你是当什么呢 你当党委书记的 那你就是工种 到加拿大来你没戏 你没有对应的掌位 你必须得转 在必须转的情况下 并且你的条件假设也都满足的话 我们举三个例子 幼教 护理 就是那个 RPN Register Practical Nurse 注意啊 不是护工哦 幼教 护理和马农 这三个你怎么去转 这三个其实都不太一样 我怎么看呢 幼教 红小孩嘛 当然了 这也是个专业工作 我们不能看不起这个工作 但幼教 门槛低 它的门槛低 入门的门槛低 大部分人都可以做 对吧 同时呢 能不能移民呢 maybe maybe可以移民 但是呢 这个位置 你做幼教 一年一小时 可能也就18块钱 16块钱 最多最多 20块钱的工资 移民成功了之后 你会不会成为你的职业 大部分人是不会 所以说 幼教低门槛 它是个低门槛跳板 那为什么BC省 那么多幼教分卷上去了 听说这两天又卷下来了 给一些人带来了一丝的希望 对吧 但是不管它卷高卷低 它是个门槛 它是个跳板 它可以成为你 maybe maybe可以帮助你拿到PR的身份 但是拿到了 你肯定不会一辈子都 挣20块钱一小时 当幼教的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护理 就是我们说的 Register Practical Nursing 或者是这个 Register Nurse 这样的 有一定医学要求的 临床的护理掌位 门槛有没有 它的入学门槛 是显然是高于幼教的 对吧 它对语言的要求 但是它护理这种专业 注意啊 它不太需要 你有太多的背景知识 换句话说 你诗小白 英语好 你就可以上 对吧 你读英语 你高中毕业生 出去学护理 你是可以去学上去的 学完了以后 这个能不能成为移民呢 可以移民 会不会是跳板呢 你站了上去 你就舍不得下来了 为啥 因为那些收入高 对吧 平时工资 四十到一小时 加班翻倍 然后节假日翻三倍 但你站在那条板上 你舍不得下来的 换句话说 护理这种岗位 门槛并不太高 学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一直吃这碗饭 对吧 吃到你退休为止 那么马农 这个事 写马这个事情呢 门槛有没有 申请门槛有 但是呢 不一样 护理这种岗位 它要的不是专业知识的门槛 它要的只是语言门槛 对吧 而写马这个岗位 你如果去学计算机专业 哪怕你是学diploma 如果你之前从来没有搞过电脑 你跟电脑机箱里面 有点啥东西都不知道 对吧 那你去从头开始学计算机 知识的门槛 要求是比较高 语言反而不高 因为你跟计算机打交道 你又不用跟他说话 对吧 对语言的要求不高 但是对知识体系 对你的knowledge的架构 是有要求的 你啥都不懂 你连电脑里面 CPU 你连硬盘和内存的区别 都分不清 你就去学计算机 哪怕学最简单的 两年制的大专 你也会很难受 对吧 那么学完了 学完了之后 你就会说了 那我可以有着跳板等着我 对不起 我告诉你 就是上涨的要求 如果你只是小白 学了两年 细里孤独学完毕业了 和同样一个护理小白 学了两年 谁正容易上涨 肯定是护理的正容易上涨 为啥呢 护理它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东西 你学两年 它是天天带着你去给病人扎针 护理这些操作 熟能生巧 这两年你是能学出来的 但是计算机这个专业 很多人如果没有很强的经验和背景 给你学两年 你是学不出来的 换句话说 你凭你的那两三角包本事 去找工作去写代码 去刷离扣的 你根本连怎么写算法都不知道 一脸蒙对吧 那么换句话说 你学出来之后 大部分 这就是蓝领和计算机专业的区别 蓝领它的知识体系相对比较浅 它是一个可以熟能生巧的行业和工种 对吧 扎针 拼命扎 先扎自己 再扎你的老公或者老婆 扎熟了之后 总是可以扎的 对吧 但是写代码不一样 你的网络知识 计算机知识 数学知识 等等等等知识不够 你就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程序 你就找不到工作 对吧 那么所以我说 计算机 你就算硬了头皮学进去了 你出来失业的概率 是远远大于蓝领的 这些领域的 那么回头来 我说该不该转 什么样的人该转呢 你自己主业是另外的一个专业 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平时 爱写代码的党委书记 对吧 那你这个工作做不了 但是平时你确实也很热爱的 你从小就开始写代码的 那你去转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如果转之前 你真的连内存和硬盘都分不清楚的 我劝你特别特别特别的谨慎 学完了 出来等待你的可能就是失业 但是你硬着头皮 学两年打针 学完了 有大量的医疗技术等着你的 因为你是qualified for这个掌位的 所以这是我想讲的 这个转也不转的问题 然后我也想特别 就引用前面 刚才雷西老师放出来的这个视频 因为这个我强力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就是我们采访的这个Jack Jack他属于什么呢 他在国内 他六岁就开始玩电脑 对吧 特别小的时候开始玩电脑 然后十几岁的时候 开始写程序上网去卖了 可以挣钱了 那这样的人到了加拿大 简直是如鱼得水 对吧 他的能力可以充分的发挥 但有的人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找工作啊 你的这个行业走的深度 其实是会比较难的 是会比较难的 那另外呢 也提醒大家一点 还有点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在IT行业啊 你看我们掰着手指头数一数 以前都是什么桌面软件 对吧 Office Windows都是桌面 后来呢 出来了互联网 大家做网站 对吧 网站做完了呢 又开始出来手机 手机上面开始搞APP APP弄完了之后呢 以前又搞什么虚拟现实的眼镜 那东西搞完了之后呢 又搞什么云计算 云计算完了之后 还有区块链 区块链完了之后 现在又开始搞人工智能 就是IT这个行业是 前浪拍死 后浪拍死前浪的一个 它是一个中生学习的过程 但是呢 你如果学到护理 对吧 你学给人打针 对吧 你只要人类不发生基因一变 你这个打针的本领 你可以用一辈子 这就是说 这是蓝领和IT IT是一个 终身学习的这个行业 像我来说啊 我这个人就是的 我刚刚讲的一些东西 什么云计算 我都搞得很熟 区块链我也懂 到了人工智能 我卷不下去了 我觉得太难 我学不会 我的职业生涯 战然而止 我变成了一个移民黑中介 对吧 你看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呢 IT行业 你需要有充分的热情 和学习能力 让你不断持续的去学习 其实就是像 像我们看到的 这个Jack这样的人 就是对技术 他是靠热情去驱动的 而不是说 我为了挣点钱 那你其实很难 坚持到底的 所以说IT这个行业 我觉得包括 程序员也好 近些年 人工智能的 进一步的兴起 对于基础类的 或者是底层的 初级的程序员 它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你看看你找着机器 你找着机器 给我打针试试 对吧 肯定不行 但是你找着机器人 写的代码 比大部分 college里面 毕业出来的小白都好 那怎么整 这个行业前景 其实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 想转的人 要下定决心 用你的热情 去推动你前进 那么有经验的人 像Jack这样的 你大胆放心的 摆正位置 对吧 像他 你看 他就非常聪明的 躲过了温州华 因为他如果去温州华 他再厉害 他直接去微软 这种大厂 有点难 对吧 但是你找到温州华当地 如果你走省提名 他也拿不到这种什么 每小时七八十加币的薪资的情况下 他就会没有出路了 但他在安省 就很舒服 他这个薪资 我没有问他 我也没有好意思问 但肯定远远高于40加币 一小时 那么安省的大分 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他就可以直接上岸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 作为程序员选择岗位之前 可能需要考虑的一些东西 好 那我也就顺便吐吐槽吧 因为我搞这个IT也是搞了有些年了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就这些 然后雷斯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鞋码搬砖加大针都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在书里边 这个加拿大各省呢 它到底每个省有哪些college 每个college的申请注意事项是什么 并不是大家想到的college 就比这个硕士比university好申请 尤其接下来我们需要把college的这个专业 然后SIP 还有它对应的这个职业代码NOC 所串联起来 college申请也慢慢的变成了一项 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所以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各省紧缺college的申请攻略 好的 那么大家也拭目以待 我们在下周就会推出这个节目 反正我们的这个紧缺之道 也是这个系列里面是最早开播 也是最早接近尾程 我相信大家在这里面也收获很多 我们接下去 因为很多人已经摩拳擦掌了嘛 那么雷斯老师来告诉大家 申请college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攻略 具体的需要的注意事项 那也感谢大家呢 继续关注我们的内容 谢谢 今天我们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了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OK